看到了台北股市日K再来一下 人家都已经 日本股市今天占上2万点大关卡 结果我们不但万点 1万014点没占上 还在往下平破底 希腊怕 落股大跌你也怕 结果跌了1500多点 现在两根红K棒 量还是出不来 因为市场没信心 大家真的是怕股市吗 不 如果说穿了 是在担心台湾经济未来的游行 刚刚兵已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法 给毛治国院长您参考 我觉得这两个都蛮好的 产品还有包括了市场 绝对要分散不能单一化 再来想办法第三个 对 就我的浅见上面来看的话 除了说从刚才所提到 这两件事情上面来做思考 如果就比较细部的做法 近期有很多的产业大佬纷纷 几乎说希望能够促成台币的一个贬值 毕竟贬值对于国外的外国人来讲 台湾的商品就变便宜 所以采购的量或意愿的话 也会相对提升 所以包含像是在张周某 董事长来讲的话 他都有提到相同的一个看法 台币贬值 我们的生产成本就会降低 所以比较有利于出口 因为卖出去的东西会比较便宜 不过我们看一下台币 台币我有说 今天应该说这几天多数时间 他还是在前进来的走升 台币质可以发现到 如果扁 我们扁书韩元扁书质元 31.898是前阵子 扁值的最低点 时间拉长 有人说前坡的位置32块 应该是要扁到旧定位 你认同吗 我认为触扁就经济是下下策 千万不要出此招 纵使产业大佬是这么看 为什么呢 因为台币的贬值就像双面刃一样 当然对出口产业来讲有所帮助 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 台湾的民生这个区块 是有非常大量的倚靠进口物资的 当你台币一趋扁的话 所有的东西全部变贵 现阶段政权这个部分 就已经出现非常大幅度的杂音 如果东西再变贵 你看看整个消费者或民意的反弹 会到什么程度 再来一触扁下去 现在岌岌可危的台币股市 恐怕就会陷入非常非常大的空头麻烦 确实因为你扁值就等于外资汇出 再来刚斌一讲的很重要 我们很多的出口产业 虽然希望台币扁 可是别忘了这些出口厂商 很多的原料是跟国外买进来的 所以台币如果扁态过头的话 他们的东西成本也会变高的 第三个 你对于进口产业 因为我们很多原物料 我们不是原物料 自己没有生产 都要跟人家买 所以物价会越来越贵 所以不应该触扁带动经济就对了 没有错 你希望说能够让厂商的价格能够降低或成本降低 而促进整个销售量的话 不只有汇率这件工具 税负这个也是一个工具 你只要能够给厂商适度的税负优惠 然后让他们成本降低 售价自然能够往下调 而在对外的竞争力这个部分的话 就能够提升 所以如果就我个人来看的话 促进它的一个税负的优惠 我觉得反而会比台币触扁来好 那再来的话就如同刚才所讲到的 我们的整个政策走向 不要过度的依赖单一的区块或国家 我认为都是不好的 比如像过去这几年以来 当然我们在大量的去倚靠中国的情况底下 享受到了相对的一个好处 可是当现阶段中国的经济 开始出现逆风的情况底下 我们也必须要去正视 而且要知道这是一个警讯 所以我们去看看 像最近这一年以来的一个时间来看的话 先前找一步往南去做发展 比如说东南亚国家的这些的抢商 南进政策 对 它反而表现的特别的好 比如说我们的纺织产业如虹 为什么能够走了整整一年多的长线 多头 这个就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因为现阶段在整个东南亚国家 不管你说像印度也好 越南也好 柬埔赛也好 这类国家开始在起来的过程当中 它将会复制中国过去十年以来的经验 所以你用政策去引导厂商 南进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式 当然追本溯源来看的话 提高厂商它的一个竞争力 才是一个真正根本的办法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工具机的产业 汽车相关电子或零组件的供应链 这个在国际上面来讲都是所谓的隐形冠军 那如果你能够利用政策 更进一步引导他们的发展 我觉得对于出口来而言 也会有相当大的帮助 太好了今天这个主题非常大 然后宾宇感谢他至少列出了四大方法 从产品不要太过集中 市场技术的优势 包括了这个税负的优惠 四大面向 台币就一定要扁吗 不尽然他的解读 也许只要我们用心想办法 这个如果你放任他不管 经济只会更糟 努力想办法也许就有点期待性 然后希望六七月份之后 我们的出口会逐渐的好看 今天的外资买卖超 是报以肯定吗 至少我们有在努力想吗 现在外资插播一下 投信跟外资投买超的档数 稍微比卖的多了一些 今天是三档新智光 还有包括了和硕跟国泰金控 同卖的是开发金 同卖的是比较多的 我讲到了个股 是因为我要赢下一个重点 台股会不会续航 不太知道 但是个股现在会是一个 选股不选式的一个操作方向 所以如果在个股部分 选股更重要 要中它的续航力 续航力预谈我直接问好了 今天三大法人 自营商的买如果不算的话 因为它自行心态 它是卖的嘛 投信是买的哦 所以是不是投信第三季的布局 再加上第三季 应该说第三季业绩有所期待的 反倒成为市场重心是吗 对没有错 我相信有业绩支撑之下 其实它才能够走得比较长远 那今天大概分成几个区块 我认为比较具有整齐性的 我们去做一个分类 第一个我相信 就是大家知道 电子还是在屏盖族群部分 当然屏盖特别的多 那我们挑出来是最近 投信也有在做布局动作的 比如说我们在上礼拜有谈到 像是华通 这个PCB的部分 机壳的红准 甚至做读卡机的同亨 都是这一波 我们讲投信内支 其实应该是说 不是现在才买了 是前一波已经开始有在布局 甚至延伸到7月 你都可以发现 目前投信内支 都还有着墨的个股 那我就举一档 比较低位阶的华通为例 我们上次有讲到 因为它的6月营收 表现出来相当不错 算历年的同期新高 那如果在未来的一个部分 在苹果的一个拉货带动之下 其实如果说营收能够 这个我们讲下半年 这个新机的拉货 能够更好之下 那你去想 现阶段华通的一个股价 说真的很多瓶概股都涨很多了 我现在大家耳熟能想都知道 那唯一华通的部分 看起来它是比较有 所谓转机性的浮现 我就是说 因为它过去的一个 获利并没有这么的一个耀眼 但是如果下半年 营收能够带动起来 现阶段的位阶 它算是比较低的 你可以从这样的角度 去做一个推论 因为内资还有外资 其实这档外资有在做布局 那另外一个族群 算是比较特别的 我认为它是具有 题材性的加持 就是在航运股身上 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 从天上飞的长龙航华航 到这个货柜的一个航运 其实我认为两个族群 可能要切成两部分去看 长龙航跟华航 其实获利上来说 它是比较稳健的 因为第一季都缴出来 相当不错的成绩 因为反映出来 用油的成本降低 而且现在放暑假 妈妈带孩子出国玩 对 旺季的带动 我认为这就是我刚才讲 它具有题材性的效应 因为你知道长龙航的一个部分 在非日本的一个航线 相当不错 而且近期又传出来 这个MERS的危机 尤其南韩的部分 其实近期还是 国人最爱这两块地区 那如果说它能够减缓之下 那是不是原本大家担忧的 这个非南韩的一个减少之下 有可能带动起来 所以你再去观察 如果说油价 我过去也谈到 大概就是五六十美元这边震荡 对于这个航运族群来说 它都是一个 一个立即性的利多 所以我就以这个阳明为例 去做观察 我当时也提到 因为阳明前一波还跌破禁止 跌到禁止之下 但是你去观察 我不是说像阳明 马上去做一个抢进 但是这个地方 似乎如果说 基本面有见到好转 但是这个地方会提醒说 把阳明的融资 带上去比较一下 因为最近有些破底的各国 当时有带到像华雅科 在破底融资再增 你可能它的整理时间会拉长 阳明的部分 或许也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如果你往后看到 在洗盘整理的过程当中 融资再减 筹码跑到法人手上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有机会出现打底完成 这个是在航运股的部分 那第三块族群 也是偏向比较传产类的 就是什么 汽车领主件这一块 其实搅出来的营收算相当整齐 从和大 茂连 大家比较耳熟能详 这些电动车族群 甚至做这个 这个我们讲这个 汽车保险的这个防状的部分 像建林的部分 其实六月份营收 甚至像建林Q2的营收 合并营收都是创高的 这些都是来说我们讲 有业绩支撑 甚至投信有在琢磨的 但是这一块我要提醒 就是说他们的位阶是比较高 对 如果刚刚打出来看 从和大 茂连 茂连 周K角度来看就知道 都是比较高位阶的 一个族群的个股 时间拉长一点 对 时间拉长一点去看 真的是涨比较多 但是我们常讲 那如果说下半年 因为像美国市场的一个部分 其实销量还是特别的不错 那大陆市场更不用讲 所以这一块来讲 产业面是偏多 或许在操作面上 有回 可能回到 大概十字均线 甚至如果有回到月线的话 如果法人都还在买 是可以留意 那第四块我认为是 最整齐的 就是太阳能族群 它六月的营收 很多是像 朔和是创历史高 有些是创今年高 有些甚至是创两年高的 非常多 从新日光茂迪 你可以把这些营收打出来看 六月份几乎都是好成绩 所以它是非常整齐的 那我就以像茂迪为例好了 因为茂迪它也算是在 我们讲走出利空出境 在技术面上 它算是底部打底完成 其实很多都如此 新日光 郁金 你可以打出来看 线形都长得很像 几乎都是双胞胎 有些是打双脚 有些是打一个碗形底出来 太阳能怎么会最近的底型 都打那么漂亮 对 因为在 应该是六月份 当时召开股东会的时候 很多太阳能的这些公司 都对下半年 释出正面的看法 因为报价会上升 尤其电池这一块 它是率先涨价的 涨价的幅度是由于 在上游的部分 所以你看电池厂的部分 以贸底为例 六月营收也算21个月高 更重要的是 双反的税率 它是台场最低的 所以我用这家公司为例 它双反只有11.4% 但是先前大陆的一个 中判结果又出来了 大概平均30%左右 所以它还是具有这个税率上面 差距的优势存在 所以我会认为 太阳能的部分 位阶又非常非常的低 可能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第三季 法人在琢磨面上 会比较深的一个主流地位 好 感谢玉堂 针对这四大类 投信琢磨比较多的 包括刚刚讲到 那个汽车涨多 汽车相关领组件 那些核大什么涨很多 我要插播问一下冠青 仿先内秀一下吧 仿先指数 像如虹那些等 因为今天继续在大涨 我先说 我不是说它不好 但是我听到市场上的声音 第三季 仿先指数来秀一下 几档标的 看个K 周K角度过至K 时间拉长 他们都已经是创新高 涨很多 说实在的第二季 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淡旺季 他进入了第二季业季 其实是有好成绩单的 但是第三季 听说第三季是他们的淡季 他们真正扎实的旺季 是在年底的第四季 我很担心 会仿先肋骨的第二季 飙涨起来之后 偏偏接下来耳后 我们见到第三季 淡季不理想 然后有人就在高档进行出货 第三季如果再看到利空 你就来不及了股价掉下来 请问 其实我的看法是比较正面 反而是仿先利用第三季 如果真的是进入一个淡季的话 反而是利用修正时候 去做一个布局 因为毕竟我想这些仿先股 就刚刚斌宇所讲到 我们这边很多仿先股 其实当初都跑到越南去设厂 这些公司其实 它可能未来的一个效应会不错 我们看到是仿先的股王 那个1476的这个儒宏 对不对 儒宏你看到股价竟然可以冲到 这些也掉下来了 是没有错 所以的确是有点说 第三季可能是一个比较淡的一个情况 可是如果说度过第三季的一个淡季之后 其实如果以它的未来中长线的格局来讲 外资都有办法看到超过500以上 老实说像中低价部分 我们看到像其实上个月 外资买很多像集胜 集胜根据这个股价修正完之后 最近好像又慢慢的 有点在网上在做一个谈生的一个动作 其实像这种中低价的一个纺织股 尤其在10块附近的 以现在的一个股价的价位而言 我个人会认为比买面板股都还安全很多 从画面上看到 不论是汽车 仿先 股价走势 为什么会那么强 比电子还要来的强 刚刚讲到了越南 其实宾宇刚说到那个我们出口竞争力 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那个 我们对外的贸易协定那些FTA 要多签一点点 因为越南有东协10加6 好几个贸易协定都有越南 才会有越概股的出现 宇刚这点掌握了 股价会说话 那明天台股怎么说话呢 好的 我想第一个 今天盘是还蛮强的 如果要是因为之前 在基本面比较强的一些族群的话 表现还不错 像PA的所谓的红杰科 光铅的华星光 侧电网的核大 那这类型股票 带动大盘的一个人气的效果都很好 那是否有虚空一个力道 那今天有时候盘中的时候 涨多会拉回 但看到金融股又冲了 至少把100点这个涨幅撑住了 所以金融股一直扮演 是一个资争指标的一个角色 明天也要看这个 那在美国股市的话 生计指数的部分 一直在创新高 那台湾的生计股表现稍微比较差 那是否能够带动 所以原则上我们可以发现 包括像红电1 其他表现很好 像东阳邦特 一些所谓的生计股是否能够持续 往上拉升 不过这个礼拜开始 因为美国超级财报桌 有好多好多的个别股 陆陆续续要公布潮报表 那对股价的影响 相对对台湾的股票的影响 也会越来越大 所以也要注意一下 美国超级财报桌 所公布的一些财务数字 确实 现在欧美股都环绕在希腊的问题 那有缓解了吗 今天晚上的欧美股 带来买盘的推升 小线内容锁定待会的深夜新闻 感谢收看 祝你晚安 我们再会